把这个档案直接读进来的话 当然呢 路径部分我一样改一下 这个路径的话就是 因为我下载到 download 这个路径 所以我把那个路径复制一下 那一样在那个 我们程式在云端上也有 你们可以找一下 这个档案的话是 这个路径斜线 然后它的名称是 read 305 305 那前面你加一个小也可以 不过各位有没有发现 它那个 这个考试里面的用的 字串它用单语号 不过单语号双语号 其实在派生都可以 我个人是比较习惯用双语号 所以 这个你看如果你觉得看不习惯 你可以把它改成双语号 那因为它的编码方式UTF8 所以这个后面它已经有 我们就不改 那基本上这个读进来之后呢 那就可以把我们刚刚的以色尔党 其实整共二十六栏全部都读进来 那读进来之后的话呢 像我们刚刚做的动作 第一个 要怎么样做出什么 做出像这样的一个 这个 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的话就是 把所有的县市读进来 然后居住县市读进来 然后居住县市 所以就别注意哦 它的关联性是这样 把资料读进来 放在DF的物件里面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做群组 所以刚刚我们是用 插入村的分析表 把这个资料选到 然后呢 先选到哪一栏 放在列标签 然后再把列标 就是在把那个什么 居住县市再放一个 在哪里呢 在这个池的地方 它会帮我 做一个什么 群组 然后最后再把它排序 那如果在Pandas里面 该怎么写这个城市 那基本上的话呢 它只要两行城就OK 所以第一个哦 如果说我要把它群组的话 这个意思哦 你可以用 先把资料读进来好了 假设读进来 的名称哦 我们把它帮一个Data 物件名称叫DF1 那DF1里面的这个Data 分物件哦 里面的话有一个方法 叫Good Buy OK哦 那Good Buy 特别是哦 前面小瓜湖哦 特别是哦 小瓜湖的话 指的就是哪一个 哪一栏 有点像是你的列标签 OK 后面的话呢 你要根据哪一栏里面 做一个统计的话 后面其实你可以用点Count Count的话有点像 在Essal里面的叫什么 这个叫计数啦 其实就 有点像Count 到底是一样的 OK哦 所以呢 两者其实你可以类比一下 那最后如果要排序的话 一样嘛 你可以用Source Source Value 然后Ascending的话呢 如果它递减的话 前面一样 等于False 或者等于零也可以啦 OK 零的话就递减 False也是递减 OK 所以第一个 我们现世的排序哦 所以在Essal里面 做出来长这样子 有没有 那可是在Python里面 其实呢 也没有想象中的麻烦 OK 他基本上就是用咕噜拜 然后后面记得 这个先是小瓜胡 后面才是大瓜 中瓜胡 这个顺序 可能不要搞混了 然后呢 再来的话 第一个就完成了 所以你把这个 这个跑出来结果的话 理论上这个居住现世的 有没有 它会先跑这个 居住现世的话 就跑出来 跑出来结果 基本上跟那个Essal里面的 枢纽分析表看到的结果 会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枢纽分析图啦 你可能要后面我们 会提到的那个Math Prime Lab 你还可以再把图画出来 其实道理也差不多 OK 那第二个的话是感染国家 所以感染国家的话 其实做法跟刚刚那个买相的 一样 就是先把什么呢 感染国家拖拉到列标签 然后感染国家再拖拉到持人 那因为里面是文字 所以它会帮我用抗疹 所以写出来的程式也是一样 有没有 先小瓜胡感染国家 然后中瓜胡感染国家 点抗疹 OK 那最后的话呢 一样 一样它排序 不过呢多一个 就是要取五个就好了 因为本来好像有感染国家人 这个不止五个 后来的话 我们是把它用一个什么 本来这么多 那我后来是利用一个词的筛选 前十项把它改成五项就好了 有没有 OK 那如果在Python里面 写的方法其实也差不多 所以写的方法一样 这个写法你会发现 跟刚刚Groobite的方式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以后的话 如果你假设要在Python里面做 类似枢纽分析表的动作的话 记得就这样的方式 然后呢 Ascending后面多一个 点 Head 小瓜虎里面给他五就可以了 也就前十个 Head OK 那当然我们前面讲过了 如果你要尾巴的话 尾巴就是tail 有没有 前面的话就是Head OK 那 再来的话呢 我们如果要居住 那个 县市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刚刚是什么 先做一个筛选 把台北市先筛出来 再抓那个台北市里面的 OK 所以哦 我们先筛选 然后在台北市里面的居住乡镇 然后一样 就像说 那如果在Python里面呢 其实必须要做两件事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把台北抓出来 那台北怎么抓出来 这边的话有一个筛选方式 这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如果将来呢 你要筛选的话 你可以DF1点 居住县市哦 这个栏位有没有 你去找台北市 所以这个方式有点像是在以色列里面筛选 其实道理是一样 只是说写法 在不一样的地方做不一样的事情 那底下呢 在针对什么 针对这个DF台北 有没有 再去估计 把他的居住乡镇 里面的那个统计结果把它显示出来 这样其实OK了 所以得到的结果 也会跟在那个 以色列里面看到的是一样的 OK 所以你会发现底下 这个显示出来 应该是OK的 就是 只是说这边没有排序 如果你要排序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 跟前面这个一样 再加一个什么 加Soft By 有没有 Ascending的话呢 等于False 一样会按照区来做排序 OK 那最后的话发病日 这边的话是按照那个发病日 有没有 TaiPay里面的发病日 把那个栏位抓出来 后面再加一个函数叫max max就最大的 OK 那理论上 其实虽然在那个 这个日期部分 你要怎么抓最大的日期 其实上在 不管是在Ecell里面也好 或者在Python里面也好 其实它本身后面就是一个数字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发病日 里面这个栏位的那个出现格式 把它改回原来的格式 通用格式的话 你会发现 它这个里面就会是一个数字 它这个数字的话 实际上 Ecell是跟1900年的1月1号 相差几天的意思 OK 所以呢 当然呢 越接近的日期 相对的那个数字就越大 所以你会想说 老师为什么这个地方用max 顾名思义 因为他抓的是 哪一个数字最大 OK 好 那这一题的话 305 大概就先讲到这里 待会的话呢 我们要再来看第四类 OK 第四类 因为会牵涉到 会图的部分 所以 请各位也许 先再切回到云端白板 云端白板我好像 整理一个章节 就是 图表绘制 第十二 十二个章节 图表绘制利用那个Math Prilab 那里面的话呢 一样会需要先安装 所以假设 你在这个会图之前 会看到什么 Normatio Nand Math Prilab 那没有这个 你就要把它安装起来 那首先的话呢 如果今天我们先简单 绘制一个简单的折线图 那该怎么绘制 其实你会发现 像这个的话呢 因为有X轴跟Y轴 所以你必须给两个串列 两个串列 一个串列是X轴 一个串列是Y轴 它就可以帮你绘制出 比较简单的折线图 那该怎么做 待会我们再来看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第三类的305部分 先试着试试看 其实刚刚的重点 实际上就是 两边可以参照一下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 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 Excel的枢纽分析表 两相比对 所以以后 假如说 你会用Excel的枢纽分析表 那你其实 其实也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 就可以把它转成 这个Python里面的那个 就是用Pandas 其实也可以做出一样的结果 那重点 应该就是 第一个古百 OK 所以 枢纽分析表 在那个Python里面 其实 最重要的是 利用那个什么 Data Frame里面的 Groove By 这个方法 那后面就是哪个栏位 所以列标签 你可以想象成小瓜胡 后面的数量的话 就中瓜胡.com 那这样 可以帮我把那个 数点分析表的结果 给 解释出来 那最后再利用那个 Source Value 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排序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这个305 这一题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再接着来看 第四类 有关那个 会是 这个 图表的 这个部分 那这个是属于第四类 那个资料 视觉化能力 里面的话呢 大概主要包含就是 图表的设定啊 然后图表的呈现啊 还有多图表 不止一张图哦 如果你要放两张以上的图 那在这个 Python里面 程式该如何撰写 其他的话还有像什么 把CSV档案读进来 让他直接就废图的话 那该怎么做 那我这边是有先整理一个单元 就是第十二个单元 所以也许你们可以先从简单 因为那个正道考试的那个废图啊 直接就来画 图 感觉会有点 相对是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先从简单 再到相对复杂一点点